跟着老板进这个棉花田了 那我们进到里面来 我们的门 我们的门自由 稍微收集一下了 我们的门 这个是郑宗坤 Kevin郑先生 这是他云端 江活 那个字我不用力了 乐活 乐活棉花田 复合式农庄的庄主 郑宗坤先生 可以请问您贵几年次吗 几岁吗 里面有 1966 1966 其实我们大门 是稍微设计一下 这种植物 这种植物叫做黄金串前柳 台湾人现在最缺的是一个 可可跟黄金 OK 可可是什么 钱 好 串钱柳 就真的那个钱 整串的 所以说从这边过去的时候 可以带给大家 财气 对没错 所以说我们里面 一连串全部都是故事 然后再来的话 这边有 这边我们也有两个门 大约就是说 虎尾是茅姓的故乡 他也是布袋系的故乡 布袋系的 系台上面有两个门 叫做 入巷 一个叫出巷 所以说我们是以这样子的方式 下去运作 好 OK 是入巷了现在 对对 现在是入巷 然后我们慢慢的 这样进来 其实是有一点 静天的感觉 这种植物 这种植物很多人都有看过 但是它可能忽略它真正的名字 它真正的名字叫做赤刀银草 赤刀银草 赤刀 赤刀 对 必求吃到 吃到鹰草 对 那我们旁边有种一些 枣子 小的 蛇啊 对对对对 蛇啊 它不是红枣 不是红枣 随便的枣子 因为我们不吃它 我们不吃它 但是我们把鹰带进来 大家来找棉花 这看起来像柚子 不是枣子 这里啊 这个 柚子 那枣子在哪里 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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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柚子在哪里 不好意思 这个是柚子 对对 这是柚子 好 OK 这个就是棉花 那这个是棉花 花是这个 哦 棉花是那个 花是那个 对 OK 好 那那个 花在哪里 里面 其实那个棉花 棉花它是果实 我们看到的是果实 那它的花花 花起只有三到四天而已 噢 这个是吗 三到四天 是 那个是 那个是 三到四天 对 那它慢慢的 它慢慢的会变红 变红 变红 它三到四天之后 它会变红 变红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 因为太阳光的关系 那第二个就是说 它缩粉了 变红之后再变白色 那个是果 它是果 所以说花变果的时候 它需要时间嘛 多久 两个月 噢 那它两个月这当中 它那个果实叫做棉林 因为它很像铃铛 所以说它又叫做棉林 噢 铃铛的铃 好 然后呢 噢 在这里 棉林在哪里 噢 棉林 这里哦 这里 曾大哥这里就有了 噢 棉林它怎么会 在这里 它怎么变棉花 噢 它那个 实践到 成熟它就会变了 对它成熟 对它就会立开 所以就会变成这样 对 就像他们在这里 然后你什么受采收 什么受采收 我们要看一下 它本来 它本来是圆的 对不对 它本来是圆的 噢 这个花变红色的 它这个地方 它会完全变细 白的变红的 因为本来是圆的 你看到它可以 很瘦粉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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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还没瘦粉 噢 它这个 它这个地方 可以 可以看到 哎 很好 谢谢 来 这个手伸过来一点 这个棉花伸过来一点 它是金周刊的 对 一周刊 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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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它再问 然后 什么时候采收 整个 整个 都 完全的 完全的 轰松 轰松的时候 我们就采收了 像这个是怎么回事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掉了 那为什么会 采收 它又死了 就是死掉了 没有没有 我们砍下来的 为什么 比如说你们要来啊 我们要让 对啊 我们要让路出来啊 是不是 哎呦 你们是罪恶重大 哦 还好 你看 你要是环保联盟的 市长 没有没有 外国他们大约 无论是那个 多年生或一年生 他们都是一年就把它砍掉了 所以说我们这边已经四年了 因为砍掉会比较好 你说先 再一年再来的时候 现在 那他们为什么要砍掉 为什么他们要砍掉 他们要砍掉 因为他们 产棉 产棉的地区 其实他们 他们大约都会 那个什么 下雪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他们收成的时候 是大型基础进去 其实一进去就挂了 两个 两个条件 都会让棉花直接挂掉 那我们是用人吗 我们是用人吗 我们是用人采收吗 哦 因为我们是把它剪下来 就放在一个盒子里面 因为我们不做原物量 因为我们的量太少了 在台湾的话量太少了 那在台湾的话可能 这种地方也很少 对 这种地方是指哪一种地方 棉花田 一般的棉花田 在你那里 那里 这是棉花的花 这是棉花的花 棉花的花 我们把意思带进来的 棉花的花叫什么 哪一种 哪一种 大家在拍的那朵花 那朵白色的花 那朵白色的花 那是棉花的花 那是棉花的花 棉花的花 瘦粉以后 瘦粉以后 它会慢慢的变好 变红是吗 对 就是棉花的花朵 对 棉花的花 对 棉花的花 地上这个可以摘吗 地上这个可以摘吗 要当标本 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学景在看待 所以不应该拿走 对对对 那后面还有好多好多好多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厨女的时候 她是白色的 她受精了以后 她当开的时候 变成成人了以后就变成 红色是这个意思吗 她当开的时候 第一天她是白色的 对 或者白黄色的 然后慢慢的变红 慢慢变红就是有粉红色跟红色 所以就已经瘦粉了 对 你意思吗 瘦粉以后才会变红 对 了解 因为我在新疆看她们做棉花 对 对 没错 这边很高 为什么 品种的关系 然后再来的话 她们方便采收 是 对 她们都是 背着 是 人工采 那我们这样方便采收吗 那么高 我们就用剪的 所以说我们不会去 想到说 做原料 要不要做采收 这边我们只是要让大家 看到什么 观赏 在台湾 除了吃的棉花田 还有看的棉花田 ok 了解 对 不是 那里可以 不好意思 这种小小的一点的话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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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木棉的话 它确实是种子 那这个杂质 那不是上棉子油的棉子吗 棉子油就是它吗 对 没错 棉子油的 就这里面 就这里 有啦 在这里 ok 找到凶手 这么大只 对 那刚刚那个小小的是什么呢 杂质 杂质 什么叫杂质 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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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棉子这么大壳 对 棉子这么大壳 东森还跟我一样 对对对 不要动 黄金工厂都是由这边取的 没有没有 我们这边不做原路量 对 我们这边